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语调试是以La为主音的 那么我们往上导五度 La Si Do Ra Mi 它的下手音Mi 然后导四度 La Si Do Ra 它的下手音就是Ra 所以我们在语调试里面 就是La Mi La Ra 会经常围绕着它来进行 我们现在就来听一下这首瑶族舞曲 我们来感受一下 Zither Harp 这首瑶族舞曲 它的旋律 La Mi Mi La Ra Do Si Ra Do Si La 对吧 我们始终用La Mi La Ra 围绕着这个语调式的我们这个主音 La 一直围绕它来去进行的 我们再来听一下这首 还有这首 嘎嘎梅林这样的一个片段 我们来听一下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这是我嘎嘎梅林的片段 我们来看啊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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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也是这样 La Mi La Ra 我们这里还是在强调 说的是手调 这样围绕着来进行的 那么这就是语钥匙的这个特征 当然这里面我们谈到的片段的所有的乐曲 大家还是可以关注我们的课程 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啊 大家来关注这个十首曲子 完整的曲子 我们都会出它的普及与它的示范演奏 好 我们接着呢 再来听下面的这个诀调式 那么我们之前也讲到了 这个诀调式是比较少会用到的一种调式 那么它为什么会比较少用到呢 因为诀调式我们说它的主音呢 是以Mi为主音的 那我们往上导五度 米发骚拉西 对吧 它下手音西 然后米发骚拉 它的啊 不是鼠音是西 下手音呢 是拉 由于西呢 它是一个偏音 我们说我们在这个调式里面 它不太会常用到 那么就是用到下手音拉 米拉会经常用到 但是米拉呢 我们在这里呢 又会和语调式呢 会有点类似 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个语调式呢 也是喇米喇瑞 会用的比较多 所以有的时候呢 它就会用语调式来代替这个诀调式 因为它比较类似嘛 所以呢 在我们的这个很多这个戏曲里面 尤其可能会用的比较多 然后呢 因为戏曲里面 我们可能就会用到了西这个偏音 但它虽然有这个音啊 但它不在主要的位置上 它主要是对五声的这个正音啊 也就是它的弓音 这个诀调式的弓音 也就是咪啊 起着这个装饰和辅助 经过音这样的一种作用啊 好 我们来听一下现在的这首一首京剧啊 红灯记的一个片段 我们来听一下 我们来听这首红灯记啊 它就是以这个 米拉啊 然后有西呢 为一些经过音啊 我们这里说的应该都是首调啊 都是经过的这个音 它没有在主音上 都是经过的音 而且我们都是围绕着它的这个弓音 主音而走的 对吧 又是这样的经过音 对吧 落在了这个 米这个主音上 好 那么这就是我们讲掉了这个 诀调式 然后下一期呢 我们会继续来给大家分享这个 古典吉他与五声性教室的一些内容 希望大家持续关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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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